冒雨赶来联署站 趁着最后一天 民众来填联署单 车队也加强宣传 算永业啦 数字上应该是可以 对金融人民交代 公民团体发起罢免金融市长谢国良 第二阶段联署 6月29号已经打36000份 已破门槛 各地联署点30号截止收件 7月5号就会送件选委会 这个周末结束之后 应该可以破字外没有问题 对陈安有信心 但何时能投票 根据选罢法规定 联署书送件到宣传会 40天内宣传会会查队 联署人名册 一旦罢免案成立 20天到60天内 必须举行投票 因此最快9月 但如果联署人数不足 必须在10天内补件 加上40天查队期 最晚要到11 12月 才能投票 但懒疑就质疑 除了总统外 其他公职罢免案 都是名册超超而已 将一张买过来填写 然后甚至是直接打一碟 回家给 对于助政下 罢免案即将成案 国民党则展开 顾梁行动 党中央7月1号 也会和歇国梁对接 更随时成立 护梁小组 推行恶意的罢免 将害惨 新系的同志委委长 中央党部除了 地方传统势力之外 在于空战上的论述 的精简 把它收纳 公民团体 霸梁行动 随着形势升温 也将进入政党对决 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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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